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384集 主位 好机会 许风这人 你身上应该有远古破空服吧 我们赶紧施展空间跳跃之术 携成大圣 利用破空服离开这里 一出现在大殿之中 风无量急忙传音 对 施展破空服 无用风无量提醒 旭风真人也想到了这一点 手中顿时出现了一张古朴的符文 符文爆发出惊人的空间气息 顿时一股无形的空间力量笼罩住了七人 光芒之中 神谷蒙的几人齐齐施展空间跳跃之术 顿时七人结合 形成了一个整体 被空间力量给包裹 要跳跃离开这里 这破空服是他们神谷蒙在某一个死灵域远古遗迹中得到的 能够瞬间的破开天界虚空 将人传颂离开 是天品之宝 用来逃生的逆天宝 这也是他们七人敢闯入轰骨废墟的底气所在 一旦催动 天圣中旗的强者也是无法阻拦的 不过啊 之前因为身处天品质宝苍原土主 空间被束缚 无法施展 现在逃脱出了苍原土无疑是最佳的机会 几个人身体化为了虚影 空间之力降临 就要传颂离开 旭风这人 慢着 秦晨还没出来呢 秋水真人突然焦急地说道 秦晨 快进来 他对秦晨焦急地传音了 空间传颂之处 秦晨听到传音 急忙地看了过来 就见到旭风真人施展破空符的一幕 心中一静 这神古萌的几个人竟然要离开这里 不过也是人 面对觉行天三大强者 神古萌七大分盟处根本就无能威力 不行 我不能走 秦晨摇头 神古萌的人可以一走了之 可他走了思思怎么办 他还没有找到思思 这破空符施展 谁知道会传送到哪里 等他再回来 思思如果被觉行天三人擒拿了怎么办 就在他犹豫之间 轰隆一声 大殿震荡 无尽地轰鸣笼罩着 觉行天三人惊怒交加 从苍原途中疯狂地杀了出来 秦晨 秋水真人焦急道 许风这人 赶紧催动破空符 不然来不及了 风无量焦急地说道 秦晨的死活他才懒得管了 巴不得秦晨死在这里呢 许风这人 秦晨是望谷楼的客亲 如果死在死灵域 我们神谷盟怎么向望谷楼交代呀 秋水真人还想争取 许风这人 望谷楼又怎么样 他们和我神谷盟只是合作 难道为了他们的人 我们几个都要死在这里呀 风无量 怒声道 许风真人眼神之中有着一丝不忍 但最终一咬牙 走 他毫不犹豫 催动破空符 同时狂吼了 秦晨 好汉子够义气 只要你不死 我神谷盟必将成你的情 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 未来一定能够成为天界大人物 在狂吼之间 许风真人突然之间 身体上寿命燃烧 猛烈地奔腾 破空符 骤然地发光 包括着其他的盖世天圣 全部都穿梭了出去 柔骨仙子 既然脸上也都有着一丝不忍 秦晨强势打破苍原图 让他们逃了出来 可他们却是直接催动了破空符 离开了这里 心中自然是有着思思的愧疚 但是天界之路就是如此 他们不走就要死在这里 比起自己的生命 什么愧疚什么名声 什么万古楼的指责都不重要 只要活着才有希望 至于秦晨 众人都叹息摇头 谁都知道 秦晨作为一个半步天生 在觉醒天三人盖世强者的面前 已经是苍玄图的攻击下 绝对没有任何的生魂可能 正如旭丰真人所说 秦晨真的要能活下来不死 那对他们七个人无疑是再造之 也是神古盟的大恩人 而且秦晨能从三大概世强者的手中活下来 成为天界大人物 那也是迟早的事 如果不是秦晨破开了苍原图 给了他们逃生的机会 他们七个人全部死在这里 对于神古盟将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整个神古盟都有可能因此分崩离心 虚空穿梭 七大概世天圣 一下子进入到了虚空之路 逃离了光谷废墟 不要命地疯狂穿梭 七个人联合在一起 施展空间跳跃之术 个个都疯狂地燃烧自己的寿命 风驰电车 跨越了无数的空间 仅仅是瞬息之间 七大强者都不知道逃到了哪里 虚风之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砰的一声 许久破空幅的力量耗尽了 七个人从虚空之中 齐齐被震了出来 个个脸色发白 浑身鲜血 面面相去 苦涩不堪 谁都想不到 这次荒谷废墟之行 会以这种方式收场 放眼四周 他们已经来到了荒谷废墟的边缘 横穿了不知多少万里 代价是无数众人的燃烧寿命 和一枚天品顶级的远古破功夫 我怎么办 好歹我们活过来 而且还知道了 决心天三大强者竟然联合了起来 要利用这一次荒谷废墟的异动 奇奇突破天生中期 这样的实力 不是我们能够杀得了的 必须得赶快回到盟里 搞之盟主大人 否则的话 我们神谷盟 接下来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了 旭风真人呢 那秦晨怎么办 秋水真人面容苦涩 秦晨死定了 绝对没有半点生还的可能啊 他算是救了我们移民 要不是他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那我们要怎么补偿才好啊 补偿什么呀 风无量冷笑一声 是他自己要前来荒谷废墟救他女友的 现在死在这里 也没有办法吗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我觉得 倒是可以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万古楼 那秦晨不是万古楼的人啊 告诉万古楼 是绝行天三人杀了他 他要在万古楼真有地位 说不定万古楼震怒之下 会派遣高手前来 灭杀绝行天三人也不一定啊 这倒是个好主意 现在绝行天三人联手 我们神谷盟 是万万抵挡不了 但是万古楼绝对可以靠下 可以利用万古楼的高手 来消灭绝行天他们 些美人 目光亮 万万不可 如果万古楼真愿意派遣高手前来 说明秦晨在万古楼地位非同一般啊 现在人死在了我们死领域 万古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 到时候倒霉的还是我们 那怎么办 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吧 走吧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先回神谷 把消息告诉盟主大人 再算定夺吧 对 赶紧离开这里 否则那绝行天三人杀了秦晨 追踪我们而来 我们就危险了 哦 七大概事天圣纷纷离去 再次消失在了荒谷废墟中 大殿之中 通的一声 神谷蒙七大高手离开之后 秦晨身躯一阵 立刻裹挟着乾坤造化雨碟 一下子冲出了大殿 他不是要逃离荒谷之都 而是直接钻入到了荒谷之都的地底 要隐藏起来 秦晨早就算计好了 神谷蒙七大高手离开之后 光靠他一人 要斩杀绝行天三人难度极高 所以先行隐藏起来 暗中修炼 等找到陈思思之后 再离开这里 秦晨隐隐有一种感觉 陈思思消失在荒谷之都中 应该是进入到了某个神秘之地 甚至可能是得到了惊世奇遇 不然无法解释 他之前感知到那神秘魅惑女子 是什么 他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能够顺利逃走 秦晨刚冲出大地 绝行天三大强者已经杀了出来 该死 竟然让神谷蒙七人逃掉了 这么好的机会杀了他们七人 吞噬了他们的力量 我们极有可能 在这里直接突破天圣中期 现在居然成了一场空 绝行天三人气急败坏 脸上再也没有了淡定 一个个惊怒交加 都是这小子竟然能破开我的苍原图 他施展出的那是什么宝物 应该也是某种空间质宝 之前在苍原图中的时候 竟然能压制住苍原图的空间气息 难道是比天品质宝还要可怕的宝物 静湖陈人是苍原图的主人 也和秦晨交过手 对乾坤造化雨堤的力量更加的清晰 双眸中涌动出了贪婪的光芒 不能让那小子也跑了 绝行天在顷刻之间就反应了过来 大手一撑 方圆上千里都笼罩在了他的一手之中 向下就抓 那古都的地面寸寸崩坏 乾坤都被他一抓捏在了手里 天地都在我掌控中 臭小子 你想逃不可能 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上逃得掉 白衣儒雅男子觉行天 眼睛看向了地下 就看到一抹淡淡的影子 在地下钻入 借助着那空间质宝 无数废墟都被他钻穿了 这荒谷之都下 不知道有多少的废墟 多少的石室 每一层石室都极其的广惑 有的大有百里 有的甚至大有万里 一层一层深入地下 天上都无法查探清楚 而且在这里 荒谷之力的影响之下 天上的感知会被大大的降低 否则 如此大的荒谷之都 早就被无数的枪者搜遍了 此次难怪被那神谷蒙的人带来 居然有如此空间宝物 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气息参悟 就可以凭借这尊至宝 参悟到许多空间力量和绝学 说不定还能将整个荒谷之都的彻底搜遍 找到异变的源头 得到奇遇 成就无上境界 镜湖真人 大吼了 绝星天 你追捕这小子 我和虚空老人 去追捕那神谷蒙的人 有苍原屠在 说不定还能将神谷蒙的人给吵到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否则泄露了我们联手的秘密 惹来死灵域其他顶级势力的关注 就会有诸多的麻烦 好 你们前去斩杀神谷蒙的人 我去抓那小子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变光火石之间 镜湖真人和空虚老人 架着苍原屠 一下子飞了手 瞬息之间消失不见 离开了这荒谷废墟 去追杀那七大概事天神 好强大的力量 秦晨催动乾坤造化雨碟 在荒谷之都的地底逃算 但是仍旧感觉到 绝星天的力量 铺天盖地地镇压下来 简直是无论逃到什么地方 都会被一下抓回 荒谷之都的地底 非常难以深入 有无数的荒谷之气萦绕着 就算是秦晨对荒谷之气 没有任何的抗拒也没用 因为这里的材质 十分的坚硬 秦晨也是利用乾坤造化雨碟 催动空间奥义才能穿梭进入地底 迅速地飞顿 当然他也感受到了身后只有 绝星天一人的力量 但是并不知道 镜湖真人和空虚老人已经离开 他不敢冒这个险 一旦他再次被苍原图困住 那就危险了 三大强者围攻之下 他也要坏 秦晨穿行地底 好似钻山甲钻山一般 这地底是一层层的石室 都是荒谷废墟曾经那个部落建造出来的 而且无比的坚硬 手段之深无法想象 每座石室多多少少的 都蕴藏着厉害的进坊 还有天界规则之力 不过其中都是空空如也 显然是被人探索过 秦晨并不在乎 他的目标是逃离着 他隐隐地感觉到 这地底的深处 似乎有某种能够和那土冠共鸣的气息 同时 一股强大的力量 隐隐地和他身体产生了沟通 仿佛在召唤 又有些类似是思思的气息 无法分辨 秦晨最希望的是思思在 只要是找到了思思 他就可以彻底催动乾坤造化雨碟的力量 到时候 隐藏在虚空之中 借助荒谷废墟的力量 完全可以躲避 绝行天的探场 小子 想不到你的身上 竟然有如此空间之宝 此宝极有可能是天品巅峰的之宝 交出来吧 这等宝物不是你一个小小半部天上能拥有的 交出来 能够留你一条性命 秦晨连连逃遁 让觉醒天恼怒一场 突然 他施展出了一道秘术 一股茫茫大力 爆炸而起 直接传递了出来 不知道施展出了什么恐怖秘法 竟然是追击上了秦晨 通的一声 秦晨浑身一震 仿佛触动到了什么进阵 顿时 四周的荒谷气息隆隆轰鸣 无数的空间折叠起来 秦晨只觉得空间颠倒 瞬间落在了一个地底洞穴中 无比的巨大 足足有方圆千里 四周勾勒着无数诡异的纹路 在底下建造成了奇迹 四周的虚空十分的诡异 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 浓郁的荒谷之气 几乎是化为了实质 搜得一下 在秦晨被震飞出来的时候 白衣儒雅男子 绝星天也降落到了 这座洞穴之中 面对着秦晨 一双眼睛狠狠地扫射过来 要把秦晨整个人都给彻底融化 感谢观看